买房的话还是要慎重一些 那么7月份初的时候 南通迎来了今年第一次集中的土地拍卖 首日海门出让七宗地块 相对比于去年动不动一家率破百的这种壮观场面 这一次海门显然低调了很多 七宗地块当中有六宗底下城郊 而唯一有一家的迭石桥家榜城地块 一家率也仅仅只有0.19% 而且不同于以前 拍地引来众多的大型房企都想 这次来的大房企只有新城地产一家 其一个都是南通本地的大房传 那么7月8号的时候 南通主城区开始集中出让 十二宗地块最终拍出了七宗 但是呢冰箱板块出让了四宗的一个地块 全部由南通城建以降拿下 通知金沙板块两宗地块虽然说开拍即出顶 但是呢价格被严格的限制 于是呢在宣布调控之后的首次集中土地拍卖 就这样冷冷清清的结束了 通知除了这个南通除了这个土牌冷淡之外 像是通知目前地价最高的地块 也在7月份被爆出即将退地 这也是通知即大发之后退的第二块土地 我们来看看去年海门同期土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二十二月年截止到11月份 海门区一共有七宗万元地成交 去年7月份 那么南通海门某地块出让 各大房企围绕这块土地 足足路占了五小时 经历了465轮的加价 最终呢由南光拿下 成交的楼面地价是13,038元一平 一价率高达99.59% 7月16号海门某地块出让 历时四个半小时 路占188轮 楼面价一路刹到了23,568 一价率达到了100.44% 为什么去年在海门拿地需要抢 定年有地反而成了雷队呢 主要还是开发商 很难在海门这边赚到钱了 去年的时候呢海门测市命区 虽然不见得最终能有多么大的一个利好 但是这个概念被吵了起来 再加上南通主城房价一天天的这个标升 于是呢不限地价不限房价 不限购不限售 同时本地人买房的意愿还特别的强 所以说呢储蓄特别多的海门 简直就成了开发商的乐园 你要知道南通人均的储蓄是江苏第一 因此呢海门的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2020年也就是去年全年 海门区从年初到年底 楼宾的价从9600多块钱 月升至了13000多块钱 涨幅高达将近40% 这么一个陷阱是 他的一个市区房价能卖到27000 但是呢今年调控一出台 那么当初高价拿地的那些开发商全部傻了眼 所有的新地块全部限房价 拿主城区的北部新城来说 这次出让的几块地 房价全部被限在了2万以内 而且呢是精装限价 不给开发商毛皮变精装 一次变相加价的一个机会 而北部新城如今在售的新房价格都是多少呢 万科某一个改善项目均价2万5以上 倒挂的北城一号均价1万9以上 对面的某块地楼面价就达到了1万5以上 可以说呢今年出让的这几块地一上市 那全部立马变成了倒挂楼盘 而南通主城区的情况也大抵类似 像是南通热炒的这个冰江板块 在售新房房价普遍已经来到了3万家 而前段时间刚出让的4块冰江的地块 楼面均价在9000左右 也就是说未来这里的房子上市以后 房价最多不会超过两岸5 去这个南通海门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各大售楼和这个购房者都在等 售楼数不开盘 购房者也光看房不买房 有一个勇气开盘的也是预定人数不少 实际上买的人不多 他们在等什么呢 等风向 看这一次的调控是不是真的动人格 那么而什么是风向呢 各大售楼数的销售几乎都直指这次的集中土地拍卖 土地拍卖继续火爆 那么大家无事发生 那么继续炒房继续卖房继续捂 一旦土拍越冷 那么南通的这些购房者绝对会敏锐的知道 最近绝对不会是在南通卖房的好日记 这就好比是这个虚拟病 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它继续涨的时候 那么它肯定会继续涨的 一旦有人觉得它要跌了要冷了 那么必将会是崩塌的开始 可以说火爆了五年的南通楼市 也许就是从这一次的土拍开始 一言其息鼓 所以说呢 最近打算在南通买房的朋友 不妨冷静下来 先去看一看 等一看 先去看